近年来,有美国国务院资助的一项湄公河大坝监视项目,屡次发布数据指责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国家缺水,污蔑中国存在水坝权,引导该地区舆论反对中国。 然而,清华大学研究小组最新研究发现,该项目发布的数据粗质烂造严重失实,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。 日前,相关研究小组专家向中心设计者表示,经过对实测数据的仔细分析发现,MDM项目所采用的卫星摇杆方式监测到的数据最高误差达到15米。 对于那些大的水库,像小湾,诺扎杜,那么这个水库对于水位的季节性的变动,所谓的一个趋势能够反映,这个没有问题。 但是在局部的一些时间段,那它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。 有些时段它的误差能到15米,这个误差是不可接受的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至少有三个时间段,像它得到的这种水库的这种水位的变化的趋势,就和我们地面水位计观测得到的水位的变化趋势是相反的。 本来应该是这个放水的,它会给你派的成是蓄水。那这个结论就非常夸张,这个错的非常离谱。 田富强说,MDM项目所采用的监测技术落后,模型粗糙,除大型水电站外,对景洪等小型水电站的监测数据误差更大。 而这种数据偏差持续已久,美国河下游干旱是由中国造成的荒谬结论,便是基于此得出。 他们认为2019-2020年这个流域发生了干旱,他们认为上游的水库吸了很多的水,加剧了下游的干旱。 但实际上你看它自己的数据也能表明我们上游的降水量比较多,同时根据它的水库的数据,它的蓄水是,上游的水库的蓄水是比较少的。 那它应该是,中国的水库应该是放水放的比较多,所以它自己都自想矛盾。 那么实际上是2019-2020,中国上游的降水量也是偏少的。 这个实测数据是有非常强的实测数据来证明这一点。 2022年3月初,中国研究团队指出数据错误后,MDM项目曾在脸书账号上承认错误,并修正了一些数据。 但是,田富强指出,修正过的数据仍然存在不小的误差。 目前,该项目仍然以每周更新的频率发布蓝沧浆干流上11座中国大坝的水文水位监测数据,释放所谓危机预警。 田富强表示,这让人怀疑该项目的目标是不是在于挑拨地区国家关系,破坏蓝美合作气氛。 它这个流量模型物差很大,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它这个方法上有更新的改进。 美国在卫星摇杆基础上是非常先进的,它用这些非常老一套的办法,都是多少年前的被淘汰了的方法,来开展我们这样一些这种分析。 就是说明它在学术上并不是一种求真的态度。 水资源合作是蓝沧浆、湄公河国家合作的旗舰领域。 田富强表示,中国大坝不仅没有导致干旱,还多次应急补水,蓝美国家互信互助,完全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水冲突。 你像16年,由于下游这种产生了严重的干旱,那么中国政府、水滤部等等协调,然后给下游进行应急补水,补了有126亿方的水量。 从总体上来看,这种水库调度的作用,蓄洪水、补苦水,对下游这种防洪也好,抗旱也好,都是一种正面的作用。 那么蓝美时间合作呢,还不光局限于水库的这些调度,实际上通过蓝美合作的基金,也和下游的这些国家,开展了很多的这些具体的项目,包括这种城乡供水能力的提升,山洪预报预警能力的提升,这种水文气象信息监测能力的提升。 我想这个都能表明咱们这个蓝美的整个流域上有的合作,它是一种文部推进的一种态势。